美国总统乔·拜登再次向公众表示 他在周末前往特拉华州离霍伯斯海滩的骑行中 停下来迎接支持者时摔倒 他没有受伤 拜登6月20日在海滩上向记者发表了广泛的评论 还向苹果员工表示支持 他们为马里兰州的苹果公司员工感到自豪 他们周六投票加入工会 成为这家科技巨头的第一批零售员工在美国成立工会 工会周六在其网站上表示 巴尔地摩附近陶森的100多名工人 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加入国际机械师和航天航空工人协会 消息公布后苹果拒绝置评 拜登周一表示 可能会在本周末之前决定是否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 总统还表示 他想了解能源公司为何不提炼更多石油 拜登还权衡了参议院的枪支管控措施 学生债务减免和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